4月29号晚上第18届五一音乐会劳动者之歌在北京国土音乐厅举办 此次音乐会以欧歌劳动者为主题 汇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的反映工人、农民和各行各业活跃生活的音乐作品 音乐会改编了革命题材的优秀音乐作品如 家住安园、地道镇族曲等 向伟大祖国70周年大庆献礼 音乐会整体编排独具特色 并邀请了著名的民乐艺术家、教育家宋飞教授担任主持 以娓娓道来、生情并茂的音乐讲解形式 把观众带入艺术享受的浓郁氛围之中 初次主持的宋飞教授也分享了他的心得体会 多年以来在每个国际劳动节期间 文工团都以一台创新型音乐作品与全国劳动者如期相约 让中国劳动者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走进艺术殿堂 让美好的音乐飞进劳动者的心坎上 为他们带去艺术的愉悦和享受 这是文工团长期以来始终坚持如一的优良传统和艺术追求 这台音乐会是媒矿文工团艺术家们精心策划 精心打磨的优秀音乐作品 是艺术家们力求把最美好的艺术享受 奉献给全国劳动者的献礼作品 芒果狼新闻支持人民的艺术呀 报答哦